有沒有拿幾個新生代的球員 你是覺得 真的可以知道好好培養一下的 你的會啊 走啊 當做一個領頭羊的任務也是蠻重要的 不過你會在場上就是 比方說像一些關鍵時刻啊 然後給教練一些建議嗎 當然會啊 像你剛剛那樣講的話 玉蓉自己年跟冠軍都插身而過 是不是因為新生代的球員都沒有扛起來 他們有 但是方式不對 方式不對 是因為教練使用錯誤嗎 因為會在最後獨秒階段 就沒有辦法好好的發揮 應該是 可能大家做的都比較模擬兩可吧 沒有辦法統合 就是大家的觀念 比如說我想做什麼 他想做什麼 他想做什麼 每個都不太一樣 我們都是在做 對自己跟認為是做最好的事情 可是可能大家都在做好的時候 反而對球隊並不是那麼好 反而應該是大家去討論說 我們怎麼樣一起做一件事情 讓這件事情一致性 就是沒有辦法好好的整合起來 那總教練他這個人的責任就很重 很重大對不對 所以我說就是經驗嘛 剛提到就是他們可能帶隊的時間 給的時間大概一年兩年 那球員也會來來去去 那整合的功力 可能不會像比較多資深的教練 那麼的明確 都還沒有摸手 然後大家就已經離開了 對啊 或者是快摸手的時候他就掰了 那你們會有跟總教練 就是大概就是意見不相合的時候嗎 當然會有啊 一定會有 因為我覺得任何球隊都會有吧 對不對 對啊 映雪 太開始了 太開始了 大概是什麼球 你自己小心了 哈哈哈哈哈哈 教練不要惹他 哈哈哈哈 在練習的時候就會啦 因為如果方向這位球隊好的 本來在練習的時候 有什麼意見就會提出來嘛 那大家來互相的去思考說 有沒有辦法解決 當然一定每個人都會有情緒嘛 因為當下練球的教練就覺得你練不好 你今天跟他講什麼 他就覺得就是 我就是不要啊 我就是不會送啊 對不對 那當然私下其實去討論 都會得到一個蠻真相的結果 那如果是在例行賽進行期間呢 因為我們有蠻多次 我們剛剛是有call in 進來說 那個戰術版好像是你拿的 有沒有這回事啊 戰術版 我沒有在拿戰術版啊 我不是教練你會拿戰術版啊 我會盡量的去幫忙教練 就是提點其他 比如是常常無畏球員 就是在打迷惘的時候 我就聚起來 等一下我們打個 比如說打個什麼戰術 或球可以誰打 或等等之類的 畢竟你也是資深的老將嘛 就是當作一個領頭羊的任務 也是蠻重要的 不過你會在場上 就是比方說 像一些關鍵時刻啊 然後給教練一些建議嗎 哈哈哈哈 哎呦 比方說 比方說剩幾秒的時候 可能會跟教練講說 那個教練我們還有幾秒鐘 那是不是可以要畫一個戰術等等之類的 那教練會接受嗎 接不接受 當然就是看他覺得 這時候做這戰術合不合一啊 等等 那不接受的時候 會有什麼狀況發生嗎 不接受他就不要做啊 他會跟你有爭執 沒有他就說 可能這個戰術在這個時間點 錯的沒 都不太出來 時間不夠 對 他可能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做這個不合適現在球隊的運行 他就說 可能那我們就放棄這個戰術 依照你自己以前打籃球的經驗 在比賽剩下一兩秒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執行戰術的吧 絕對來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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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現在SBO的那些總教練們 應該也會針對這一兩秒 就執行一些戰術對吧 這我們叫做特殊狀況 那在特殊狀況的時候就有特殊狀況的戰術 跟模式會出現 那其實基本上對方就會拆招 所以等於說你要怎麼去在一兩秒 甚至是球還沒進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製造出空檔 那個其實就是在考驗教練的技術涵養 那看起來這個技術涵養 如果是跟冠軍擦身而過的浴龍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對不對 而且從教練之外哦 那是不是會覺得說 學弟很不爭氣 有沒有拿幾位新生代理球員 你是覺得 真的可以值得好好培養一下的 你的位啊 走啦 為什麼你的位要走啊 那你要問他 你問他說 愛我別走啊 沒有我覺得 不好意思 你說培養沒出來的 對啊 培養沒出來的 或者是培養的出來的 培養的出來的 在浴龍裡面 在浴龍裡面培養的出來的 蠻多的啊 好爛哦 沒有啊 我 可是我想要講一件事情 可能 第一個是真的太安逸 太舒適 那照就是說 就像德威那時候講嘛 很像溫士儀的花朵 那如果你漸漸的失去了鬥性的時候 你進步的幅度就會變慢 你只要是維持就不是進步嘛 所以你就像我講的 可能就只能去設一些目標去挑戰 然後或者是做一些 自己為自己多做一些訓練等等 對啊那因為其實培養的福利好 久了可能自己都會覺得 變成公務員 變成公務員的時候 你的鬥性就降低了嘛 那你進進運動沒鬥性 你就不用玩啦 那你覺得自己現在還包有那個鬥性嗎 還是也是公務員化 我覺得我還是會有那個鬥性 就像我講就是 每個球技或怎樣去設定一個目標 去盡量去執行搭乘 那你有一個想法在你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去為那個東西去爭取 然後去場路賣進 至少就會維持你的那個鬥性 這樣子問好了 在一些就是例行賽場合裡面 比較有一些激烈性的碰撞的時候 你還是會有那個衝動 想要跟他對桿嗎 還是會啊 還是會嘛 OK 上次其實邱哥來 他有提到就說 玉龍現在的學弟 都真壞了 而且跟學長都有一些隔閡 真的有這件事嗎 我覺得 不受感 我跟你講真的 我不能說 不要說玉龍學生 是有應該有現在大部分的年輕球員 沒有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應該要講是抗壓力的問題吧 我覺得就像大家都會講說 一代哺乳一代 像我有時候都會開玩笑 跟我爸媽聊天的時候 我就說我們已經不太像你們 那麼有抗壓力了 怎樣的 但反而其實現在蠻多 大部分的年輕球員 可能的抗壓力 又沒有像我們這麼好 對啊 那你說可能就回到 之前有講過 比如說HBL等等 他的光環一直照在他身上 結果閒天上來 他覺得 第一個你遇到挫折 我怎麼已經不是那個感覺 他可能第一個信心就下降了 這時候又沒有開始在吹捧他的時候 他整個人就沒信心了 那沒信心 你要再去重新累積 其實也是蠻困難的 像我們都是 他啦 從以前的光芒到現在 他現在只有油光 對啊 所以我會認為年輕球員 就像剛講 其實我提到就是鬥性 鬥性真的很重要 像邱哥 我永遠記得他剛來的時候 我是被他一直怕 卡到會飛的那一種 我是認真 我是認真 真的 我剛金玉龍的時候 但那時候年輕的時候 好像覺得拿心龍 自己覺得很屌 很厲害啊 練球的時候 結果來的時候 光芒就一直叫球哥跟我一對一 全場一對一 然後 什麼電爆 卡爆 然後 你就覺得 哇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可以上籃了 你自以為一個空洋上籃 但是過來的時候 他不是 趴你下去嗎 趴你下去 他是直接把你整個轟出去 我覺得你們籃球場只差沒有那個八角鐵了 那個 那個真的 對 那真的已經不是在對球 那已經是在打架 他就是 在練你的一些 抗壓力啊什麼 但那時候會覺得 學長怎麼打球這樣打球 你有罵出來嗎 但心裡罵 怎麼敢罵出來 然後你在那邊的時候 就 就視覺會一直被卡 就只能吞了 對啊 就一直被卡 然後 學長也會 嘴臭你啊等等 有的沒的 那你就只能自己去想辦法去突破 那那時候 秋哥也說 不是我 是教練 講的 那你很怎麼樣 秋哥那時候也是隊長嘛 那他賦予的責任就很重大 所以那時候大家很討厭他 那滿盡責的啊 不知道為什麼 我那時候就跟他特別好 雖然說他每天卡好 但我跟他很好 那時候就一直教我 你應該有一些抖M的性格 然後到最後 變成是他 我後面就開始知道他要來 然後有一天 他又要來的時候 我就先打回去 先弄他一下是不是 對先就是 然後他就發現說 喔 這小子開始會了 他就說你不做很進步 他從那次之後 他就沒有再這樣子弄過我了 就是他讓你知道說 怎麼樣的去跟人家對抗 然後 你要去思考這件事情 對啊 你有這樣子教育現在的學弟嗎 像秋哥的這樣的強度 我怕我自己會先受傷 沒有 太久了 我覺得我有時候怕他們受傷 你是害怕自己受傷嗎 當然啦 沒有啊 我覺得教學跟練球的方式 本來就跟以前是不一樣的嘛 確實 第一個教練也不想到你們 就在練習的過程 會有一些傷害啊 那只能用別種方式來 比如說 就像我們現在只能用 我們都只能用嘴巴啦 造成對方的心理陰影 嘿 你聽說了嗎 KKTX官網要直播HBO高中籃球聯賽 而且從12月30號開始 每一天的最後一場比賽 還有神秘的嘉賓要來陪大師聊聊天 而且啊 他們每一場比賽的轉播主播呢 都是專業又幽默 12月30號起鎖定KKTX的官網直播 用最熱血的HBO高中籃球聯賽 一起來迎接2021年 我覺得台灣的教練太保護球員在練習的過程中 就是會有受傷 可是說實話現在的練習哪一個不幫腳的 其實跟比賽是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不把它提升到比賽的強度 過度的保護反而造就了很多學習的障礙 你之前也曾經說過說 如果在練習的時候 沒有辦法把那種比賽的強度打出來的話 你其實到比賽當中 你根本不會適應那種強度啊 你就是應該要把這個強度提高到 例行賽那種或是季後賽那種 你當下真的在面對真正的比賽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比較輕鬆 你就會游刃有餘 你的浪花兄弟就是誓冤啊 最近聽說回到球隊了 你有他的近況嗎 跟大家update一下對不對 大家近況蠻好的啊 回來去交球啊 好棒棒 你有跟他聊到之前發生的事情嗎 之前發生的事情什麼事 很多呀 球翻號 有嗎 我看一下吧 沒有啦 我覺得 畢竟這是人家的私事嘛 那我們本來就不方便去評論 因為女方可能有女方的說法 男方也會有男方的說法 當然 我跟誓冤認識的時間當然是比較久 我講難念就是 不管再怎麼樣 即便他有做錯事情 我們還是會去指責他 就是會去責罵他 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或等等 但我也相信 比如說大家所列出來的所有的項目 比如說10項好了 可能 可能 他真的有一幾樣是真的做錯了 好比說什麼上酒店啊 或者是什麼不忠之類的 但是我相信也有很多 或許他真的是沒有做的 那只是他現在就已經是被貼標籤的人了嘛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當然只能給他正向的鼓勵 那希望他可以把生活回到正軌上面來 對啊 事實上是這樣啊 是啊 那怎麼辦 因為真正的好朋友其實就是會幹咬他 然後再安慰他 然後再繼續幹咬他 對啊 對啊就是這樣 講真的他其實應該蠻怕跟我聊天的吧 就坐在那邊 他怕會哭 不是 因為他其實也 真的也算是蠻常來我家 可能跟我吃飯聊天 或者我們出去吃飯的時候也會找他一起 他到最後好像都不會跟我講這些事情 他都會找我老婆 因為老婆講話會比較圓滑一點 那可是我的話就直接 你今天算刻薄是吧 對啊我們嘴巴不是都這樣嗎 嗯 德威也常去你們家 德威怎麼樣 德威不錯啊 哪一方面怎麼樣 他師称我很好啊 不是啊我說他面對教練給他的壓力 他面對給他的壓力 我覺得他其實自己調製的蠻不錯的啊 他其實也是 他會哭嗎 他會哭啊但怎麼會哭啊 他心臟大概 有現在比較大一點 他接受了網友們的洗禮之後 現在堅強人跟泰國蝦一樣 這個姿勢嗎 沒有 我們可以三個一起做一個 一二三 希望德威再來玩 大家都評論 玉龍球隊打球很髒 因為在前幾集的就是 要大家票選一下新作的前幾集 然後大家都好像 玉龍的球員都會是榜上榜名的 你剛剛一直搖頭 那你覺得打球最髒的人是誰 或者是你對剛剛 打星啊打星也不錯好不好 你以為 來來來來講幾個來 朱立傑啊 林一輝啊 風哥啊 紫薇啊 勇哥啊 都算 全部都拿星嗎 都算不怎麼乾淨的吧 算乾淨的啊 沒有啦 可是我覺得其實這本來就是 球場我覺得不能講髒 你要講髒 到底髒的定義是什麼 我覺得這很難去界定 一點身體碰撞就是算很髒 那大家可以打核球就好 剛剛打籃球 對啊 核球不能接觸到對方喔 接觸到對方的話 直接判斷一分 你不能碰到我 叫警察 是啊 對 沒錯啊 但是我必須說 我想要幫你們辦一個活動 籃球跟核球的球員 一起在中場投Logo Shop 我賭100塊 核球會比你們準 對啊 他們只有那個框耶 多難投啊 而且還比原本籃球框更高 他們只能空心 對 他們只能空心 好期待這個比賽喔 好難喔 真的很棒 剛排出了你的打球前五張 那你對於大家都評論 沒有啦 他是說達欣 可是他的前五張我們就不知道了 你說球員嗎 對啊 你交手過了 有手過啊 但張的定義真的很 那我們講說小動作比較多 兇狠啊 我應該講說他打球我比較害 因為他跟我同隊 我也不要跟他不同隊那種 好可以 中哥第一個 第一名嗎 中哥第一名嗎 你從第五名開始好了 我覺得 第五名嗎 你可以先講五個 我們再來排名 中哥嘛 移輝啊 皮哥 賴皮 秋哥 對 差不多都在他那個位置 對啊 對啊 那如果要排名呢 排名嗎 第五名是 第五名我覺得移輝吧 第四名是 第四名 應該是捆轟吧 第三名 給我講你喔 第三名 第三名沒有我啊 你剛剛沒有講到我 沒有講到你嗎 你剛剛沒有講到我啊 沒有我沒有排你 沒有我沒有排你 我忘記了 皮哥 中哥跟秋哥 我覺得秋哥跟中哥兩個 不相上下 你等一下要把我放到第一個去是不是 沒有啊 可是皮哥 你真的也是很凶狠 皮哥是 皮哥是不跟你在那邊偷 按來按去 他是直接就給你了 你沒看中哥那時候是直接 棒 直接直接 就下去了 鼻子就直接先歪了 他是不跟你開玩笑的 中哥說因為他打在地上了 他沒有辦法把球 往別的地方丟 因為他把球救出來 讓他出界 他就丟結果打到皮哥頭 出界 皮哥這樣塞 棒就下去了 他說 我是第一次這麼認真的說 我真的不是過了 不然他被卡一個 我突然覺得好像在看美式之下 對啊然後我記得還有一次 開心 還有一次是 那時候我 那時候還在心當很小的時候 然後因為那時候就都會 受到一些教育 正反教育嘛 然後剛好卡路也說 我也不知道哪有勇氣 我往我皮哥那邊 脖子上一架 結果架完之後他的 啊一個我就想 哇死定了 下一個來回剛好 他卡路又站在我旁邊 我就想說玩了玩了 等一下應該會發生什麼事 已經先想好等一下會完蛋了 對我已經想好等一下 所以我已經開始在 瞄他的手等一下會在哪裡 然後結果一卡我就想說 兩排球一來 他手就直接轉身過來 然後我想說好險我預備 我就先閃 結果一閃的時候 好像打到我另外一個隊友 結果我好像卡到他 就是打到那個隊友的牙齒 結果皮哥很耐氣 他真的打滿大 他手自己裂掉去縫 對我那邊被牙齒啃到 然後去縫 吉所不遇勿施於人 那我真的是嚇到 我好像很想 很想跟他講對不起 我就想我 好像我跟他講對不起 他就知道是我 他也不知道是我吧 可是我們 我們遇到很多講對不起的 你應該也記不得他們的名字吧 但我會記得的是不講的 因為我們比較希望就是 有來有往 對 禮尚往來 連這種也要禮尚往來 對 有來有往 好 南某你會很擔心就是 因為現在SBO近幾年的狀況 比較沒有什麼在進步 原地踏步 然後觀眾也一年不如一年 會擔心就是新月盟開季之後 完全被比下去嗎 我不會擔心 因為一定會被比下去啊 沒有可是我是講 安心上路 我講的真的是這樣子 台灣人講難念 你就喜歡新鮮的東西嗎 確實 我覺得台灣人就是這樣 因為剛好他就會被比較嘛 那相對他們的行銷等等 什麼都做得比我們好的同時 我們事實上不用開打 我們現在就被比下去了 先說一下 我們的節目不只新鮮 我們還有專業好嗎 當然啊 爸 你上我們節目前跟還沒上之前 印象有差嗎 差不多啊 差不多吧 我們就是走這路線的 對啊 不會因人設施 有但不要做錯事 我上次就做錯事了 好啦 問最後一題 我們認真製作人要來提問的 你覺得SBO應該怎麼做 才能跟P聯盟抗衡呢 怎麼做嗎 應該不要說抗衡啊 應該是說一個平衡 至少至少 讓大家願意進場去看 新鮮的比賽之餘呢 也要來進場 看一下SBO的球賽 怎麼做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你第一個形象的包裝 是最需要先解決的事情 你看現在新聯盟一直在 時不時就會 每一支球隊都有 工程師富邦 什麼工廠商等等的 一直有他們消息 甚至新聯盟的 他們自己聯盟的消息 都一直出來 但我們就一直都沒有 我覺得相對這就是會有落差 那我覺得在第一個在包裝 這個品牌的時候 我們相對就已經弱勢了 那我覺得這一個事情 我們必須是要 趕緊的去抓緊腳步看 可不可以 你說人家發五篇 我們也發個三篇兩篇 OK吧 對啊 可是反而是人家一直在做 那五篇五篇五篇 我們就只有一個 你們就是最高平均 近敲敲 很會 我們 我們是看過那個廣告的人 對啊 所以我會覺得這一塊就是 不管是聯盟 或者是球團 都是要大家去 互相加油的地方 我覺得如果是從球員自身做起的話 大概 因為大家都有自己的粉專 或是IG等等的話 可以盡量的讓球迷朋友們 可以跟你們拉近距離 更多更多的就是回應的話 我覺得都是還蠻不錯 先為自己行銷 球隊如果有看到 也希望跟進的話 我覺得這個部分 會比較容易做得起來 沒錯 好啦 最後要進入到我們的網友提問時間 對於周世淵的私生活 以及他本人有什麼話說 XXXX 有人說你男模長得像XXXX嗎 滿多人啊 為什麼現在國家隊看不到 像你一樣的射手 是天賦還是訓練方式 有看好哪位 接下國家隊射手嗎